第一条题目 我们今天公布的进一步 控制关口缩减人流的措施 跟我们早前做是一脈相承 是一个力道的问题 以及也考虑到疫情的发展 所以是完全 完全跟医管局的部分员工 在今天开始进行他们五天的罢工 是完全没有关系 任何人 如果认为用这些极端的手段 可以威逼到特区政府 或者是医管局 去做一些我们理性上不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对公众利益 是有害无益的事情 都不会得逞 我或者这里说多两句 我完全明白医护人员 在今次的防疫工作里面 是站在最前线 是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 对于医护人员 我表示充心的感谢 也都很敬佩他们 我亦都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 将我们找得到的医护防护防疫的供应 是优先给他们用 这个不只是我本人说 我们今天是出了指引给自己的政府部门 我们整个香港特区政府 必须要认清楚 我们优先要照顾到医护人员 他们的防护需要 第二样东西 医护人员的压力 如何可以减少 我们其实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都认为应该是压缩跨境的人流 令到病毒的传播可以被切断 而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是在做 一直都是随着这个方向做 每一次我们看到需要加大力度 但是未必是用到某些人提倡的手法 就正如我所说 我们都要看香港整体的利益 以及其他市民 他们是有一个必需的需要 我们都要考虑 第三 既然是目标一致 就应该齐心协力去共同抗疫 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 采取一个极端的手法 而这个极端的手法 无可避免是会影响到对于病人的权益 无可避免令到已经疲于奔命的医管局的管理阶层 是百上加根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可以认同这种手法 我亦都在这两天收到很多资深 甚至是其他前线的医护人员 都是表示不认同这个手法 但他都有反应给我听 行政长官你都要想想加大力度 我们是听到的 我们的专家 包括袁国勇教授 包括梁卓偉教授 都是认为既然一直都走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要按照疫情的发展 来加大力度 我们真正在做这件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采取一个 其实有一定的政治意味的手段 我觉得是对香港整体的防疫工作 对于香港市民的公共卫生的保障 是非常之不利的 另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措施 我们将会推出 就是在每日跨境来的签注 有一类叫探亲的签注 我们知道里面有不少 是因为来照顾小朋友 或者他带了小朋友回来 而这位一般是妈妈 他本身是没有香港的居留权的 但是小朋友有 所以如果我们完全不容许 这些拿着商情证 要来香港照顾幼童的妈妈入境 因为全面封了关 那就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想去时常 要回去原居地 再去申请延续这个商情证 所以入境处 处长会是看出着情感 可能就是给他延长他在香港的逗留 减少他需要不断跨境 去拿这个商情证来香港照顾这些儿童 这些例子是很多的 各位传媒朋友 各位市民要明白 因为我们跟内地真的很紧密 两地人民的交往是很多元的 所以一刀切去做一些东西 带来的影响是大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一方面我们整合这些口岸 缩减人流去控制关头 但也要就着每一个 他必须要跨境的类别 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在这段疫情严重的时候 减少他需要跨境的需要 我刚才听林郑的记者招待会 就是他说 他说他针对我们的医护人员现在开始罢工 他就说任何极端的行为 来威逼政府都不能得逞 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特首 你竟然将医护人员生与死的问题 摆作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他们的命不是命来的吗 你的所谓全世界全人类一视同仁 你觉得是非常合理吗 林郑月娥她真的要看清楚香港 我们现在情况岌岌可危 但是她在记者会 你看到她一时做一种轻贫淺笑的姿态 你真是令人愤怒得无以復加的 她是扮一种若无其事状 不戴口罩 CNN取笑她 我不戴给你看 怎样呢 这种是幼稚无聊 兼且根本是向全世界变相 发出邀请 你禁制我们香港 You put a global ban on hong kong passenger arrivals 他完全 变相邀请 是已经存在在的 我们现在讲的是要自本 不是只是自标 你抓哪个人去哪里隔离 已经是去了标的问题 我是跟你讲自本 全面封关 我没有叫你全面封了整个机场 我是叫你来自中国大陆的 尤其是大陆人 你要看清楚 或者根本叫他们有一个travel ban 是根本旅游禁止 不要进来 香港不是给你来玩的 今时今日 我们不是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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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 我们不是讲的 数字 我们是讲的 是个数字 你听到没有 林郑你听到没有 我昨天先在机场 我在外头回来 同时间的 有两班机 一班就来自北京 一班就来自上海 你无论是入境处 或者是我们过关那里检疫的 就是这样的 在入境处那里 门口玻璃窗贴张指纹 请问你有没有去过最近 中国湖北 或者其他的中国地区 不回答他 不用理他 你可以不回答他 他就没有东西 然后有所谓我们检疫 不是那个发烧 有没有体温高的测试 而已 完全和平日 我看不到有什么大的分别 但是一进到香港 你直接觉得整个城市 是霧气沉沉的 你林郑搞到现在这样 你真的有没有搞错 他甚至不能够解释 我们懲教署出产的那些口罩 现在公公婆婆用不了 买不了 他不能够解释 为什么市面有 有人拍到 他不知道 如果有需要我们去查证 什么的特首来 这个 而最后最后 他也都讲得明白 原来很多东西是可以着情的 是 你伤情症的妈妈 要入境是有麻烦 他都说入境处 就是着情给他长些时间 这些就是着情 但是你一个大围的 应该有 资本的一个手段 你就是要全面封关 向中国大陆 全面封关 他逐一逐一逐一来跟你玩 这个林郑月娥 真是你如果到现在都是这样 命运不灵 你必遭天险 我想特别带出 现在是防疫和抗疫 是两个概念 大家千万不要 将防疫和抗疫 混为一坛 医护现在做的是 为我们做抗疫的工作 但是如果防疫做得不好 中门大开的话 你抗疫 个个是神一样 有十只手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陈淑庄刚才和大家 讲了口岸的数字 我想再讲一下